云端服务趋势科技产业一片看好 不过现在去传出骇客 利用苹果手机的iCloud 自动储存上传机制的漏洞 盗取超过百位 包括了奥斯卡影后 珍妮佛劳伦斯等好莱坞女星的 私密资讯和照片 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已经展开紧急调查 不过这也让即将在下周 推出新机的苹果公司 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名匿名黑客 将饥饿游戏女主角 詹妮佛劳伦斯手机中的 私密照片公布在网络上 他并宣称 通过入侵苹果的云储存服务iCloud 还取得了其他上百位 一线明星的私密照片 包括金卡代山 格手雷哈纳 名模凯利布鲁克等 都在受害名单上 詹妮佛劳伦斯的发言人已经证实 网上流传的裸照是真的 但到目前为止 苹果公司并没有公开确认 自己的云服务系统 是否遭到黑客入侵 苹果公司从2011年开始 推出云储存服务iCloud 来备份客户信息 苹果用户移动设备中的 照片 邮件 应用程序 和联系人的信息 都会自动储存在 苹果公司的iCloud系统之中 要想获取iCloud中的数据 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数据被盗 显然不像是黑客 一个一个的去猜受害者的密码 iCloud的安全性遭到质疑 也为苹果公司 下周即将推出的新iPhone蒙上一层阴影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